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接下來我會用天使卡 和大家預測星座的運程 山羊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恢復力 今個星期山羊座會很有動力向上爬 改善目前的生活 例如會進修、升學、搬屋、移民等等 轉換新的環境都是好的轉變 加油 水瓶座抽到的牌是直覺 水瓶座的靈感很強 很容易受到啟發 今個星期你可以透過藝術、音樂、冥想等方法 令自己放鬆下來 當你回到工作崗位的時候 你會很有生產力 雙魚座抽到的牌是選擇 雙魚座今個星期需要注意自己的心靈發展 就正如牌上的瀑布一樣 留意心靈的傳源 自己的思考模式 怎樣影響到行為都很重要 當你有醒覺的心就會得到更多的體會 白羊座抽到的牌是金錢 今個星期白羊座很專注事業 工作都會變得越來越忙 你要學懂怎樣去管理時間 要工作和生活取得平衡 爭取多些時間休息 金牛座抽到慶祝這張牌 金牛座的人員和人氣會急升 要在這個時候好好運用溝通和交際的技巧 令自己的工作和人際關係有所改善 得到更多的支持 雙子座抽到獨角獸這張牌 今個星期的溝通能力和人際關係都會非常之好 你身邊的同事、朋友和家人都會很支持你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多些去聚會和陪身邊的人 享受歡樂的時光 巨蟹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大天使加百里 巨蟹座今個星期會充滿著愛心 會照顧和幫助弱勢社群 例如會做義工的工作 做保母、老師或者救護員 護理工作的人今個星期都會很有利 獅子座抽到的牌是自力更新 今個星期可以發光發亮 展現自己、對自己有信心 懂得運用你的智慧 能夠令你更清晰地面對工作 做事會很順利 巨蟹座抽到的牌是順其自然 這張牌中間有個女生站在魚上 向前進 她是毫不費力 很舒服地向前進 巨蟹座今個星期要放鬆心情 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可以順其自然地享受好的事物 天蝙座抽到的牌是好運 今個星期運勢開始轉好了 你的自信心和行動力都會提高 不要受過去不愉快的經歷 影響你追求目標 加油努力 天蠍座抽到清庭這張牌 今個星期的心情會比上個星期更加穩定 只要繼續相信自己 是會見到希望的 人生是要有希望才有動力 追求更好的理想 人馬座抽到孩童這張牌 今個星期會變得被動 想休息一休息 享受寧靜的感覺 儘量給自己時間休息 要知道你是安全的 你充滿活力之後 再接受挑戰 再接受求訓練 再接受訓練